川普签破记录国防预算中共跳脚,放中心还有伏笔,美国总统川普日前签署了2019年度国防授权法案,NDA国防预算总金额高达创记录的7160亿美元,是九年来最大比的军事投资,同比增长7%并以美国参众两院,以高达85%以上支持率通过。 中共对此表示强烈抗议报道,说川普放中心一马有个关键伏笔,时政评论员文昭分析,美国通过国防授权法,象征面对中共的挑战,美国已经从迷茫中苏醒过来,并初步完成政治转向与动员。 川普总统8月13日在纽约州北部的德拉姆保陆军基地,签署了2019年度国防授权法案,NDA使之成为法律华尔街日报报道,该法案包括抑制中共攻势和支持美国军人的措施,受到国会两党的广泛支持。 川普在签字仪式上称,这个法律将给美军提供所需的火力,助其在任何冲突中,快速取得决定性胜利。 美国军人的血汗和眼泪,完全值得换取这些资源,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这次法案是9年来最大笔的军事投资,在7160亿美元的预算,中690亿美元将用于在阿富汗,叙利亚,伊拉克和索马里等的对外军事行动,以及为军人调升2.6%的军想法广中文网报道。 川普总统表示,将会大规模更新军事设备,包括更新战机、战舰,提拨76亿美元给77架F-35联合攻击战斗机。 川普指出像陆海空一样,太空也变成了战场。 美国光在太空有一席之地,还不够,必须要拥有太空主导权。 川普说这是对我们军队和士兵的最重要投资,我们会变得强到没有机会使用他们。 就算有任何人敢挑战他们也没有机会赢这项立法华尔街日报,认为对中共的几项反制措施生效。 那这是最引人关注的地方有国会议员表示,这一次对中共的态度比历史上任何一次都更加严厉。 美国国会还将批准美国太空部队的追加预算川普已宣布要将太空部队建成美军第六分支。 在签字仪式上川普特别提到中共最近成立太空部队,他说太空将变成战场,美国可在短期超过对手主导太空控制权不过。 川普没有提到几年前就拥有太空部队的俄罗斯,针对中共对台湾越来越严重的军事威胁。 该国防授权法案还支持美台加强防务合作,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 8月14日中共国防部发言人表示美国该法案充斥冷战思维,渲染中美对抗干涉中国内政。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并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此外,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已通过了最终版本。 到2018年度,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FRRMA该法案最终被纳入。 2019年度国防售,全法案也随之一同生效。 在法案中中国人担心的中心公司,被给予了一线生机。 曾提出恢复制裁的共和党籍参议员马可鲁比奥,说议员们已放弃这一修正案,换取写入对外国投资监管上更为严厉的文字时事。 评论人士,文昭指出,美国参众两院已高达85%以上支持率通过2019年国防授权法,代表法案内容获得国会两党的高度共识。 也象征美国这个行动迟缓的巨人,已经从迷茫中苏醒过来,并迈出了第一步,准备面对这个已经变化的世界,以及来自中共的挑战。 此次通过的国防守权法案,对华决策有六大内容,包括第一,通过外国投资风险审查更新法案,加强对中资企业在美投资项目的安全审查力度。 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第二,为防止中共继续窃取美国技术,调整美国政府对美国公司技术出口的控制。 第三,与国家安全战略考量,要求提供年度报告,说明中共如何影响和渗透美国媒体,文化机构,商业团体,以及学术和政策社区等的现状。 第四,限制美国国防部对依附于美国高校,而开设的孔子学院汉语项目的资助。 第五,强化美台防卫关系。 第六,在中共停止其在南海的军事化行动前,禁止中共军方参加环太军事演习。 阿波罗网零一综合报道。